好 雨會下這麼大呢 就是受到了西南氣流的影響 光是屏東三地門的累積雨量 就已經超過了四百毫米 另外呢 南投 嘉義 台南還有高雄地區 也出現了局部性的大豪雨 氣象局說呢 等到禮拜二當天 今年最強的美雨封面又要報到 到時候呢 中南部的雨勢將更大 而且是全台都有雨 密密麻麻的降雨雲带 不斷移近中南部上空 從雷達回坡圖 對照到下了一整天大雨的高坪地區 雨勢怎麼會這麼驚人 原來是西南氣流在作怪 封面來之前 南方大概都是吹西南風 那通常整層的西南風 比較深厚又比較強 加上夾帶比較多的水氣的時候 再加上台灣地形的作用 很容易在南部以及中部 造成非常大的雨勢 到了下午四點四十 屏東三地門雨已經下了 四百一十六毫米 春日香三百八十六 都突破超大豪雨標準 萬鑾及馬家鄉 還有高雄的六龜 雨量也都超過三百 氣象局持續發布豪雨特報 一直到週一 屏東地區還是可能出現超大豪雨 南部及中部地區有局部性大豪雨 而到了週二 梅雨封面報導加上西南氣流雙重影響 雨勢不但會更驚人 還會擴及全台 從禮拜二之後 封面跟西南氣流一起影響 所以全台各地都容易下震雨或雷雨 也還是有可能會有局部性的豪雨 或者是大豪雨的情況發生 氣象預報中心主任鄭明典還在臉書上預警 沒下雨的地方請不要埋怨 因為接下來下雨的地方 可能會真的太多雨 就是要提醒不只中南部得嚴防好雨 北部週末連續兩天好天氣也即將轉變 至少持續下到下週六 記者林中午郭俊麟 台北報導